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与永续农业的发展 并有效推动农药残留检验站的营运 金峰商工所推动友善环境农耕奖励金 农民只要提出友善耕作证明文件 或检验合法审认的证明 就能够向商工所申请奖励金 每公顷最高合法3万元的补助 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与永续农业发展 并有效推动农业残留检验站的营运 金峰商工所推动友善环境农耕奖励金 农民只要提供有机产品验证 或友善耕作证明文件 产销履历验证 及冰茂快筛站检验等合法审认证明 就能向商工所申请奖励金 每公顷最高合法3万元补助 友善环境奖励金就是 我们商工所自己编的 然后这个议算 这个计划 一分地的话是补助是三千 最高一个人可以补助到三万块 就是一公顷 最高一个人可以补助一公顷到三万块 再申请补助的时候 就是其中这个原本去做检测 它要提供给我们 不过农民认为 光是种植一直到采收的人力成本 就要花费不少 奖励金额还需要以根做面积去计算 难以吸引更多农友加入友善耕作 你最没有多少啊 最高三万啊 还是要看你的面积啊 面面补助一块就 反正一块第三万块就好了 所以诱因没有很大 诱因小啦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推动友善环境耕作 希望能保育环境生态 也能提供安全优质食品 因此金风相公所也积极推动 鼓励乡亲朝友善耕作 期盼部落的土地能有序发展 就讲解静中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